這個就很短,很密,寫的太密 寫的太密是因為這邊其實還有一個 很多筆畫的 礦字,廣字 向中間集中向外發送出去 這樣就中工收緊,四周放鬆 看起來就會比較靈活,不能全部擠在一起 擠在一起,看起來就那一隻啊 通通送了,又鬆散 圓,上去以後,逆上去,滑下來 滑過去,折折 挑起來,拉長,拉直直的,讓它看起來很挺 因為這裡是拉長,所以挺近 手滑動,彈起來 不能往上敲,對不起 綿 短處的,飽滿的,方應瘦的 把這個,流動,綿 挑起來,停住,收回來 撇,漏封,密,收緊,張開,挑上去 壓下來,再就靈活的四個,三個點 一個點,兩個點,三個點 免 秒 哎呀,是一個比較輕盈的秒 好,哎呀,逆過來 折 挑起來,然後 一個撇,兩個撇 然後這邊比較方應 還是挺近,方應而挺近 這個,在原地點就好了 他奇怪,他喜歡在原地點 這個地方特別怪 五,帶過來 五,五,滑動過來 上去,三過折 一波,三折 秒 岩,這瘦瘦高高的 那就要事先想好了 啊,瘦瘦高高的 這個,可能上面會超過 上面會超過 下面會超過 瘦瘦高高的 岩,稀稀瘦瘦的 拉長的 然後再趕,把它 拉得比較長 一,二 然後,逆上去 挑上去以後 下來 動上去 彈上去 最後一個,那,那 其實那比較自由 形狀上,不是很標準 岩 鞦 三 哇,這個都寫的很 飽滿 緊湊 這個,降低來寫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其實鞋子真的是有錯落 不是真的兩個並排 什麼左拼,右拼 然後就把它並在一起 不是啦 還是有錯落 有高低的 鞦 滑動過去 然後,帶上去 以後滑下來 彈上去 用这个顺利的撇出去 然后这个耐眼优雅的拉长拉出去 然后这个就饱满的在中间 紧凑往中间 往内收容 看起来紧凑 前面这个写的非常的长 其实我在写点的时候 其实有一定的长度重量 方向角度都有 一般的人写点的时候 都容易把它忽略掉 变成它是一个附属品 其实点是独立的 他一定要把它写得精彩 细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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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这叫表情 细细细 方折点沉重 明 字 挑啊 拉长 咻 滑上去 然后这个 压得非常的紧密 哎呀中间缝隙比较窄 滑上去再下来 拉平 逆上去 滑动下来 流动 还蛮 这支骑看起来蛮有气派 主要是旁边这两个 这个拉也拉得非常顺 奔